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体清除外来的一些病毒 因此来说补充维生素C对于预防感冒 应该说是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任何的药物的补充 它都有一个适量 因此我们不主张长期的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C 维生素C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种维生素 它具有很多的作用 比如说抗氧化 增强免疫力 甚至还有抗癌的作用 但是维生素C的补充在临床上 我们是主张靠饮食来补充 比如说多吃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 薯菜 如果说因为特殊情况不能进食这些水果 水果薯菜的话 我们才主张口服一些 富含维生素C的一些药物 维生素C它能不能预防感冒 我们来说一下维生素C的作用 那么维生素C它能够增强体内的干扰素的合成 那么我们知道病毒感染 呼吸道感染大部分是病毒感染 那么病毒感染呢 它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 它主要是依靠自身的抵抗力 维生素C的摄入了 它可以增加体内的干扰素的合成 干扰素是体内对抗病毒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补充维生素增强干扰素的合成了 它就可以提高我们的